大家好,我是财儿郭 又到了视频更新的时间 今天给大家奉上的是一个人 两侧腕道 算是中重度的一些感染 不但是美菌感染 还是有一些细菌感染的一些迹象在里面 清理起来相对于其他的味道比较简单 它的块状比较大 前几期视频我看到下面有个评论 叫我不要说话 什么之类的 有的人要我说话 要我配音 有的人就说你只放这个什么听音乐就行 这个没办法 只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来 如果是我配音呢 大家可以静音 不喜欢听的人 你可以静音的观看 但是如果是 想想我配音的这群人 他就没办法 如果是我不配音 他就没办法了 如果是不想我 不想听我说话的这部分人 他可以静音 这个重口蓝条 就好像大家吃菜 在外面馆子里面吃菜 有的人喜欢吃辣的 有的人喜欢吃不辣的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这个是没办法的 其实这个解说呢 还是有一定的好处啊 是有的人 有的情况 不太了解 不懂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究竟这个外道是经历过什么风吹雨打 我稍稍给大家说一下呢 心里也比较清楚 比较容易理解 其实这个配解说 已经增加我的一个工作量了 我不配 然后或者是配一些亲音乐 我是比较的轻松啊 也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都需要做自己的特色嘛 对不对 像现在这个画面 我是经过 把这个色彩 这个红的这个颜色 调得比较低啊 其实原来这个外道比现在还红啊 它这里面比较感染 比较感染比较严重 这个耳鼻啊 都处于一个充血的状态 现在用这个消炎的 进去给它 把里面的 浓性分泌物 擦拭一下 擦拭一下 然后这个 这个水啊 也有消炎的抗争菌的一个作用 效果还不错 这是它的另外一侧的外道 脚另外一侧 比较严重一些 已经完全堵在这个门口来了 像这个情况 堵在门口的位置啊 如果您用手指按一下这个耳屏啊 就是耳朵孔 外耳朵口的这个前面这块软骨往下面按的时候 都会有声音的 后面的视频呢 时间不长 但是都是尽量挑这种比较精彩一点的 视频经过加速 本来加速之前呢 这个视频的时间 还是比较的长 可以接近于8分钟 好 这边就简单的清理干净了 一举拉下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咱们下一期 接着更新 再见